在陈凯歌成为让等人的第五年 洪晃实在忍不住将他踹掉 1987年 洪晃应看了一部陈凯歌指导的电影《黄土地》 瞬间被他的才华所吸引 陈凯歌作品虽说不多 可每一部都能打动洪晃的心 他觉得陈凯歌就是与自己灵魂契合的人 北京圈子本就不大 没过多久 洪晃便如愿见到陈凯歌 当他第一眼见到陈凯歌 就被眼前这个高大挺拔 眼神深邃 举止优雅的男人所吸引 随即就对他展开猛烈的追求 十分热爱电影的《良人无话不谈》 很快便成为知心朋友 陈凯歌的情商也非常高 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示自己的才华 很快 陈凯歌就俘获洪晃的心 当时陈凯歌要到美国进修 洪晃为了追求心中爱情 也跟着一起过去 在那里 陈凯歌第一次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文化和艺术 好景不长 陈凯歌回国的时间到了 对于初次见识到美国文化的陈凯歌而言 他不想离开那里 此时的洪晃非常明白陈凯歌的焦虑 毕竟当初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 于是就对陈凯歌说道 你娶了我 你就能获得美国绿卡 你想在美国住多久都没问题 就这样 这段带有目的性的婚姻阴差阳错就此促成 在洪晃的帮助下 陈凯歌的事业越发争争欲上 他开始整天整夜应酬 随着陈凯歌的名气越来越大 身边的阴阴艳艳也越来越多 1991年 陈凯歌在指导电影编奏编唱时 就曾和许晴传出绯闻 洪晃得知后 勃然大怒 冷静下来后 他发现一个女人 如果以自己的男人衡量自己的价格 那么这个女人的人生 就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 他开始考虑自己跟陈凯歌之间的关系 他是否应该要和陈凯歌继续生活下去 对于洪晃来说 既然在一起已经无话可谈 心同陌路 就已经没必要再继续彼子折磨 他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面目可憎 充满极度的丑陋女人 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 他有自己的优势 也有自己的劣势 接下来发生了事情 让他非常坚定要和陈凯歌离婚 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喜欢他 就我就晕菜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托付的欲望的话 是一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发现 就说我怎么会想 泼人家一脸水 或者干这种样的恶劣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洪晃不会将陈凯歌踹掉 当年陈凯歌受邀参加一场活动 当时主办方为了排名 专门租用一样家常林肯前来接陈凯歌和洪晃 坐上车后 陈凯歌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不断用手这里摸摸 那里蹭蹭的 陈凯歌在感叹林肯豪华的同时 还激动跟洪晃说道 亲爱的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事上等人了 也因为这句话成为压死洪晃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的他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陈凯歌跟自己刚认识的样子不一样 之前一口一个梦想 如今竟然跟土道掉渣的爆发户一样 才子佳人的美梦 只在戏本里畅识才浪漫 到了现实生活中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 再多的才华都治不了 于是他毫不留念跟陈凯歌提出离婚 我这个人是不会装的一个人 然后我最怕的实际上是我自己变了 怎么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抓狂的这么一个人了 跟我一个朋友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凭你现在的管节 你肯定是要离婚的 可陈凯歌并不想 毕竟洪晃背后的人脉和背景 是他渴望不可及的 他们办理离婚纳会 陈凯歌刚好靠着霸王别姬走红 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导 很多人嘲笑洪晃不知好歹 还对他出言不逊 说他其貌不扬配不上陈凯歌 很多人知道陈凯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导演 却不知道的是 洪晃的身家背景是使各陈凯歌都赶不上 洪晃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教育局张世昭 他曾和伟大领导人一同登上 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 大家是否还记得历史课本上著名乔的小 该主人公乔冠华就是他的继父 乔冠华是我国著名外交家 中国能重回联合国背后少不了他的功劳 2005年 洪晃曾主演过一部电影《无穷动》 片中有一大段台词似乎就是在暗讽男人的虚伪 言语非常的犀利 他讽刺那些虚伪的文艺男 先聊哲学 再聊艺术 从东方聊到西方 先是把你脑子聊晕了 才说到男女之事 台词听起来既真实又搞笑 离婚后的洪晃只想做自己 不想跟任何人有牵连 包括自己的家庭 他都不会主动提起 更别提已经离婚的陈凯歌 可是导演宁颖为了宣传电影《无穷动》 竟然用了陈凯歌前妻这几个字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大家的关注度 洪晃知道后 不惜和宁颖撕破脸 之后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如果苏芒早知道自己的对手是洪晃 估计借他100万个胆子都不敢在合照上动手脚 2017年 邓文迪在北京家中举办盛宴 当天 洪晃 邓文迪 苏芒等人一起拍照留面 而作为时尚教主的苏芒竟然挽起了小心机 在他晒出的合照洪竟然把洪晃和他的好友张欣裁掉 面对苏芒这种行为 洪晃绝不是忍气吞声之人 他直接将完全的大合照晒出来 然后佩文说道 颜值不达标北 俗话说 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洪晃在自嘲的同时 何尝不是对娱乐圈规则的嘲讽 随后张欣当即针对洪晃的动态回应道 当时我和洪晃闭着眼镜大笑 因为洪晃在和我说张大小姐的小说 张大小姐是洪晃写的第一本小说 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部分重点阐述的故事 说有一位时尚主编 为了机身上流社会 使用了非常低劣的手段 洪晃虽说没有直接指名道姓 但从他的描写中不难能猜到该人物的原型 毕竟放眼整个娱乐圈 不爱穿秋衣 爱做人大腿 还非常热衷剧本慈善晚会的人 除了苏芒再无其他人 不得不说 洪晃在这场寒沙摄影中完美将苏芒击败 接下来 洪晃更是直接将苏芒虐到怀疑人生 多年后 洪晃受到张宇的邀请 结束后两人合照一张照片 洪晃再次发挥自己的文案小功底 在动态中洪晃这样写道 今天晃了一圈 还和女魔头张宇合影 刻意站在中间 这样就不会被踩掉 短短起个字 洪晃表达了很多层意思 苏芒和张宇在时尚圈都有着女魔头的称号 可作为时尚媒体人洪晃认为 在他的认知中 只有张宇才配得上女魔头的称号 而苏芒不配站在中间不被裁掉 也对当年的事情难以释怀 这次对苏芒说道 不管该件事情过去多久 你当年做的不地道 姐都放在心里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